好 同樣也是車禍意外 就發生在高雄市的前京區 當時是一輛計程車和機車發生對撞 結果機車上雙載了一對婦女 當場倒地不起 也幸好警民路過的民眾見狀 當中還有一名護理師 立刻上前協助幫忙警戒 你不要亂報 有報 有報 你現在手指有辦法幫我看 你不想問嗎 手指有辦法幫我報 可以 腳指呢 車禍現場移民局一百兆山的女子 用專業口吻詢問傷者狀況 還不停和對方說話 試圖讓他保持意識 我幫你把安全保護照好了 我幫我去附近 路過 我想說我是護理人員 下來看一下他 你是哪一間的護理人員 我是義大的 我是義大的 是救護車來了 救護車來了 你不要怕 安撫傷者的好心護理師 一見救護人員到場 立刻起身 右前手還是會移動 上面有陸續腳有點陷 第四已經有點好心 是騎車 騎車 交接完畢 護理師低調離開 現場除了傷勢較重的女子外 一旁還坐著 另一位傷者 有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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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不嚴重我女兒啦 原來凌晨兩點多 這對婦女騎機車雙載 沒想到到了中華三路 淨漢小黃發生了車禍 機車當場噴飛 婦女倆倒地不起 騎乘機車的是她女兒 然後後面是在她的父親 兩車戶撞機輪車 左前方板筋凹陷 車燈碎裂 摩托車也損毀 機車裡的東西沿路散滿地 你聽得很快 我知道 對方闖紅燈 剛才是有闖紅燈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回家途中無端發生車禍 婦女倆多處挫傷 幸好送一後沒有大礙 警方表示雙方都沒有酒駕 但由於說法大不投 肇事責任還有待釐清 記者謝嘉玲 葉紅蓉 高雄報導